打那个鞋,鞋住这个鞋 注意,下边两只脚,别跟下边的乱戳 别一把,就注意这个鞋 别停一个这个,第二个,腿 别甩,这个鞋不是拿腿甩的,所以一甩就 那几个分散,掌握着这两个脚,别在地下乱戳,再一个腿,两边伸 你看,停这个,这个是很稳定的 撤去,挺呆鼠,或者这个?这个对手,整个这个,下着去,一定能走,这人要走整个,咔 这个地方也一定,上去,撑,他就要退,他不来不来的,甩着 打完以后,要还原,要收,这样出去了。 能看见吗? 这样出去了,这样出去了,进出去了。 大家看一看是不是,一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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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为什么要回收回来?收回来是当天还人。 单天还人。单一还人,接着下一个进出,就出来。 因为如果你单一还人,停在这,你整个下一个进出,你放了它再做。 所以,要想连续打的,就打得快,收得更快,打得快,收得更快, 打得快,收得更快,跟这一搜,一搜,一搜,下一个进出,就走。 你这样,你练住,一搜,包,你打的,也很厉害,跟这个道理是一样,你可以打。 搜,这样,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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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然后下一步,走得比较轻松,要不然下一步,就这样不太好走。 大肥瘾的反应,包括昨天的大肥瘾的反应。 咱们练学,特别咱们小练学,忌讳的几种当劲。 一个叫腰刀,什么叫腰呢?腰。 咱们这叫做腹部吗? 咱们这样过来,它不是这样整个腹部,它是这样。 你看,你好像在腹部,其实是扭的。 这个叫忌讳,要摇荡。 第二个叫,摇荡。 就是,你这个大肥瘾。 就会这个东西。 所以,如果是在有些人上面,也在走。 如果是走下腹,这个下腹这个东西。 咱们小亚天来讲,它叫涮。 咱们小亚天来讲,走后,走平。 你这个大肥瘾,尽量把他掌握平。 走后边的那边就行了。 不能走这个。 所以,你选的那些东西。 当然,不管网上网,不管人家去, 人家或者有些写一些心得, 人家肯定,人家有一定的道理。 但是你选的那种,有点分辨这个能力。 谢谢。 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